但禅体之人 临终身性 视为难中之难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有没有禅体之人 在临终身性呢 可能有 我们决定不否定 为什么可能有呢 前面曾经说过 叙事善根 他如果没有叙事的善根 那真的叫难中之难了 那就太难了 过去身中有善根 难中之难 他也可以做到 如观尖云 临终身年 的神经 已是 万万中之夜了 万万是一亿 一亿人当中 可能有一个 若如四帖书 所谓 爆发无力 临终能知 能致行 信要念佛王圣者 当为一亿中之夜 念佛这些话 是迷劣我们的 我们读了这些文 千万不能产生 一个误会 那就是 现在不要修 图教信 我临命中时 还来得及 现在什么样坏事 都可以干 临终还可以往生 如果存这个心呢 就错了了 大错的错了 所以首先要想到 这个人 临终他具备了三个 重要的条件 这三个重要条件 想一想 我们临终能不能遇到 这是早年 黎兵老常常提醒 我们这些后辈的 第一个 临命中时 头脑签出 这个机缘大不大 我们看过很多 亲戏 我们看过很多亲戚朋友 那么在现代 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 对这个 这个病 老年痴呆痴呆症 那一得这个呢 这希望就没有了 这太可怕了 得老年痴呆症 就决定不能生基督 头一个条件 第二呢 在这个紧急关头 遇到一个真正的善友 通达尽头 你能不能遇到这个人 这也是很难的 不容易 第三个条件 是你自己听到善知时的 开导 立刻相信 立刻发愈 就跟着念佛 三个条件 居足 这个现象 可能现实 这三个条件 不居足 你就没有分了 古无大德 在关心 在无量寿 中间 注解上 读解上 讲到这个问题 念老 不能不提出来 末后 末后这一句话 提醒我们 不能 教信 功夫 功夫呢 一定要在平时做 现在 现在就要做 这个事情 等不及 天天在做 断无修学 盖断 盖斜 归正 发菩提心 一向 专念 将平常自己所修学的功德 不求世界 明文理 回一向 设计 回一向 不提 回一向 众生 回一向 世纪 就是回一向 阿弥陀佛了 回一向 菩提 是 回一向 极乐世界 回一向 众生 变法界 虚空界 六道里面 苦难众生 与一切众生 有缘 将来自己 往生 不退 成佛了 跟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有法缘 跟阿弥陀佛一样 佛不度 无云之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发现 向阿弥陀佛学习 成佛之后 跟阿弥陀佛一样 极乐世界 变法界 虚空界 换句话是 再再再处处 都有 极乐世界的分布 这分布谁设的呢 在西方世界 修学成就的 这些祝福如来 感念 阿弥陀佛的恩德 知恩 报恩 所以 极乐世界 变法界 雄近 封部跟本部 是一不少 妙不可言 有危险 嗯 终于 诱惑 诱